这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 56年来从未离开过主人 她叫安妮 陪伴在凯瑟琳身边整整半个多世纪 他们相识于1966年12月 凯瑟琳在Econo汽车公司里 一眼就相中了她 并给她取了个动人的名字安妮 56年来从未将主人扔在半路 凯瑟琳也从未错过一次保养 今天凯瑟琳突然接到4S店的电话 他们将免费为这辆甲壳虫 做一次全面的维护和保养 感到高兴和意外之余的 却是依依不舍 岁月让安妮不再光鲜亮丽 但她内心仍然坚强可靠 对主人照顾勇家 简单地告别后 凯瑟琳再三叮嘱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 回忆着56年的过往生活 所有记忆中的片段都有她的陪伴 恋爱 结婚 生子 离婚 重新找到新的伴侣 她就像是凯瑟琳的延伸无处不在 4S店这边工作人员经过全面评估后 首先对车身所有部件进行拆解 保持原有结构的同时 对锈时和受损的部分进行了修复 而接下来喷起让安妮又重下了 年轻时的青春亮丽 与此同时工程师修复了357个 汽车动力不渐 全面翻新了底盘并更换了刹车系统 内饰和外观也得到了完美的修复 终于等到了交车的时刻 我的天啊 好可怕 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安妮回来 她有一天还能如此漂亮 余生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直到慢慢老去 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 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爱心滋养心中那片土地 绽放出美丽木杀的泪花 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 留下的脚印变成一封花 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 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